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常威 今天的節目 我有一位新的好搭檔 他是一位非常美麗的大學生 我們來歡迎他 嗨 大家好 我是來自印尼的Ingrid 然後我現在就讀起立大學的熱門系 那你知道現在我們站在什麼地方嗎 不知道耶 我們現在在哪裡啊姐姐 我們現在在台北 中山北路上 那我們在這裡要做什麼呢 我要帶你去菲律賓 菲律賓 可是我沒有帶護照耶 沒帶護照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不要搭飛機 走路就好了 走路 那麼近喔 走路就到 因為我們現在站在台北小菲律賓 台北小菲律賓 對 在我們的後方就是聖多福天主堂 所以來這裡的是菲律賓人 對啊 所以這裡才叫做小菲律賓 聖多福天主堂於1957年落成 至今已有60年 當時是為了服務駐地的美軍而設立 身為台北市唯一使用英語彌薩天主堂 吸引了桃園一輩的菲律賓朋友 前來參加彌薩 隨著菲律賓教友的增加 而教堂也加開菲律彌薩 讓聖多福成為菲律賓們信仰的中心 最重要的是黎薩之間的民主堂 由他工作的為日子 同樣是假署 所以他們到這裡 我們 consolidated寰寰寰egan 我们也有英语语语语语 是国际的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都会在不同的节奏 所谓的望尼撒 为的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牺牲 藉由主祭神父读经 唱歌 领圣体和圣血 藉由这个仪式 信徒们相信他们能成为 天父的好子民 并获得天父的恩宠与赐福 在充满灵魂和力量的歌声陪伴下 来参加的菲律宾朋友 喜迪的心灵 对于继续迎向未来 也充满了信心 这是他们的房子 当我们在跳舞 当我们在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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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离开的家 我们叫它第二家 我们第一家 我们第一家是在菲律宾 但我们第二家是他 来自异乡的人们 因为天主的慈爱 安抚了动荡不安的灵魂 复活的耶稣 举起他的双手 指引菲律宾移工们 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奋斗 也由于圣多福天主堂 已经成为北台湾 非极移工的信仰中心 于是教堂周边 也就形成特殊的 菲律宾市休闲生活圈 菲律宾朋友都说 这里很有老家的感觉喔 姊姊不见了 怎么办 刚刚说我那个名字 姊姊不见了耶 我们去找姊姊吧 姊姊在哪里呢 姊姊在那边耶 我去找她 姊姊 你怎么在这里 因为这里有好东西可以吃啊 你都没有叫我 不好意思 要不要吃 好啊 这是什么啊 这个是菲律宾的杯子蛋糕 好甜 真的 咸甜甜甜的 因为它下面还有那个东西 对 可是我不是因为美食而放弃 就是遗弃你 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活动 他们好像在跳舞耶 有啊 开场跳舞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好啊好啊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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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6日是菲律宾移工自主的社团 KASAPI成立13周年的生日 社团成员和他们的好朋友们 特地在双城公园举办小型的庆生派对 而这次活动的策划人就是这位热情的大姐Million 来拍十年的她目前有个台湾老公 平时就在台湾国际老公协会担任翻译工作 同时也加入KASAPI社团 义务性的帮忙老乡们 解决各种在异乡打拼时会遇到的问题 我的工作的内容是礼拜一到礼拜十的时候 就是在处理一些劳资争议的部分 就是外籍劳工需要帮忙的处理 要可以去洗调会 去开庭 帮他们就是要去打官司的时候 就帮他们找律师 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有叫他们一个 就是课程的部分 劳教 就是对于他们在台湾的工作权利的部分 还有一些我们又派他们就是 比较那种不要让他们比较无聊 就办一些活动让他们比较开心 如果说上教堂旺弥萨是洗离心灵的仪式 那么朋友相聚 迟迟喝喝玩游戏 是否也可以说是一种 能够放松身心灵的另类仪式呢 接下来 说什么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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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贏了 他本贏了 因为 除了我的队友全跑光了 我队友在赢了 全跑光了 透过这种开心的仪式 我们看到菲律宾游子们 略带沧桑的脸庞 又闪耀出赤子的光芒 这里的每个人来台湾的理由 大致相同 不外乎为了养家活口 希望能多赚一点钱 改善家人生活 他们值得尊敬 他们全都是天赋 引以为傲的好子民 嗨 现在姐带你到 一个购物商场 购物商场 对 这个购物商场名字叫 金万万 金万万 都是卖名牌的吗 对 因为你看有金有万 那为什么有这个购物商场 叫金万万呢 因为在1951年的时候 美国在台湾这边有军营 那这里的商店 大部分都是卖搏来品 那后来1979年的时候 美军撤退了嘛 那这边慢慢慢慢 这个商圈慢慢就是没落了 那刚好在90年代的时候 台湾政府开放引进外景移工 来台湾工作 那个时候菲律宾来的移工非常的多 所以这边的老板 他们很快就把这个地方转型 就专门卖一些印菲律宾的东西 那现在我带你进去 肯定你很惊喜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菲律宾的食物 菲律宾的什么东西都有 真的吗 对 好像我就是带你去玛尼拉一样 好 那我们还会去菲律宾吧 好 走吧 适地在圣多福天主堂附近 小菲律宾区 就有一个购物百货 大家都称呼它为小玛尼拉 最原汁原味 最道地的菲氏休闲就在这里 这里有网胎耶 对啊 你会去网咖吗 不会啊 可是就是我有一些同学 都会去网咖打电动嘛 对啊 然后他们都来这里打电动哦 不可能 菲律宾的义工们那么忙 他们来这边是赚钱工作 不能有时间 没有有时间去打电动啊 不然去网咖做什么呢 他们去网咖不是打电动 他们去网咖是打视讯 回去菲律宾 对对对对 跟他们家人是去聊天 这有印尼文耶 怎么会有印尼文的 这个也是印尼文的 包王 包王 对哦 老板你们这边是卖 这个是泰国的那个猪皮 猪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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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试试看 这个如果你去外面买面嘛 你可以撒在面上面 还是煮高丽菜 冬妙是酸辣 酸辣 这个是酸辣 有酸跟辣 这是那个泰国的那个酸辣 对酸辣 他小心看 会痒痒 放心 我会吃辣 真的好 真的酸辣 有辣吗 有 微辣 那你在印尼常吃这种东西吗 有啊 可是比较多是这个原味的 然后我们平常是在吃面的时候 然后放面就会撒这个 也是一样啊 跟台湾 就跟台湾差不多 对 这个好吃 口感很脆 很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有买吗 我们可以先看 老板你好 这里有好多 像那个 那很帅 帅哥美女的照片 他超帅的 所以 我知道了 是不是这些书是那个爱情小说 对 哇 你看 我看里面内容 Shangshine and you forever 然后里面 Gabbana size 所以你们的爱情小说是流行 就是封面 都是帅哥美女这样子吗 对 那印尼呢 印尼的爱情小说呢 我没有看过啦 可是 你没看过 我没有看过 Oh my god 好那老板 希望在这边的这些那么多书啊 这是买的还是租的 不一定 有时候在里面有那个租的 有时候这个有可以买 所以一本大概多少 这个厚的是八十 这个是保的是 这本这样子八十块 这个是三十 保的是三十 非常新鲜 非常有趣 这飞式商店街果然是如假包换的迷你马尼啦 吃顿家乡饭再采买一些来自老家的生活用品 对移工朋友来说 这种快乐与满足实在非比寻常啊 那边有卖什么 好像卖冰 对 哈啰 哈啰是卖 菲律宾的冰 对 叫哈啰哈啰 哈啰哈啰 哈啰哈啰 好 现在很热 我们拿到了来一碗 好啊好啊 好 老板我要两碗 两碗 谢谢 谢谢 手足腿 包装热 好啊 你好 谢谢 salamat Salamat grenades emerged 看看喔 吃吃看囉 它的外观就是跟台湾的 外面没两样 你看看 它是有一個香味 香草冰 這是香草冰 那這是什麼 烏伯 對 北地冰的烏伯 烏伯 烏伯是什麼 吃吃看 就是這個 烏伯 那個芋頭做的 這個是布丁 因為我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布丁 那我問妳 印尼有類似這種冰嗎 我們就比較多會加椰奶 然後黑糖那種的 我們現在這樣吃不好 對 我們要先攪一攪比較好吃 全部攪拌 對 攪一攪全部 要先全面 對 很像 好像吃粥一樣 那老闆 哈囉哈囉是什麼意思 你們要拆 你們要拆 哈囉哈囉是 哈囉哈囉是 就你好嘛 因為哈囉是 哈囉 是那種像那個招財貓 哈囉哈囉進來進來吃冰 對 不是 不是 但是什麼意思 因為那邊裡面的很多種料理就是 哈囉哈囉 很重 很多東西混合在一起 叫做哈囉哈囉 原來是這樣子 原來 所以老闆叫我們就把它攪拌 對 這碗來自菲律賓最道地的國民冰品 哈囉哈囉 據說這碗冰 有種能讓時光倒流的神奇魔力 吃一口就讓移工朋友們 彷彿回到童年 這記憶中的滋味可是非常療癒呢 謝謝姐姐來了 我們今天已經累了一點 我們是不是可以享受一下 欸這個好像是菲律賓美容院欸 對啊 剪頭髮的那種 對啊 我們試試看啦 可是這個是菲律賓Style 你可以嗎 我們可以先試試看啊 沒有試試看就不知道吧 好吧 那我們進去享受一下 那我們到 嗨你是老闆娘嗎 對啊 嗨你好 嗨你好 請問一下你們這邊呢 的服務項目是有哪一些 我們有那個 頭髮啊 剪頭髮 洗頭啊 還有呢 做整體的 那妳要做什麼 我想要洗頭 因為剛剛去玩遊戲那個 做流汗 然後覺得頭髮都 油油了 我想要洗頭髮 那我做指甲好了 好 好 那妳洗頭我指甲 好 艾美是全世界女人的天性 更何況是熱力四射的 非國女性 只是咱們兩個妹子 心急也太重了吧 你看 這像在上班嗎 那老闆妳在這間呢 開多久嗎 我們開多就是有 到秋年了 秋年了 對 所以妳住台灣很久了 對 妳是怎麼來台灣的 然後我老公是台灣的 妳是嫁給台灣的 對 每天幾點來上班 我來上班 可是每個禮拜 禮拜一定要禮拜天 一點 但是那禮拜二到禮拜 我半天來 女為月己者榮 透過讓自己更加美麗 敬而愉悅自己的心靈 並且增添自信 這非式美容不也就像是一種儀式 好 今天姐姐帶妳去小菲律賓商圈 妳覺得滿意嗎 覺得很滿意 因為其實菲律賓跟印尼很小 所以就是來到小馬尼啦 就有一點感覺像 回去印尼的感覺 像姐姐也是啊 覺得好像回去我們 越南的國家一樣 好 那今天妳看 好爽妳可以做這麼美麗的頭髮 那我呢 妳看我的指甲亮紅色的 對啊 很好看耶 妳這樣很顯白耶 對啊 今天是第一次出外景 可以過得那麼好 謝謝製作師 謝謝製作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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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 謝謝 SALAMA SALAMA 祝你們生意興隆 從宗教心靈的起敵 團聚活動的釋放壓力 再到小馬尼啦商店街買書 想美食 購物 購物 或用美容 愉悅心情 透過各種儀式的參與 菲律賓一共又有了打拼的動力 週日休假過後 上班又是滿滿的元氣 接下來就是努力賺錢 繼續往心中的夢想前進囉 好 妳好 妳好 妳看你們要吃什麼冰 你們要吃什麼冰 吃臭冰嗎 吃臭冰 好 要加什麼料 吃臭冰嗎 好 然後 美容 我是泛華 從越南來台灣 已經16年了 我現在已經正開店 冰店 來自越南的潘華 兩年前開始在新北市的雙溪 開設了謝謝你冰店 從一位家庭主婦 轉變成了店老闆 我早上六點起來 要開始煮那個粉條 粉圓跟珍珠 那大概每天會準備多少樣的東西 我準備全部這個 每樣都會準備 就紅豆啊 大豆啊 花豆啊 花生啊 對 還有珍珠粉條 還有一些水果啊 木瓜 還有西瓜 因為那個我們雙溪比較小 那個 賣那個小式店 這個很多 然後這個搓冰賣 只要一間而已 我出了就是兩間而已 我老公建成 我們兩個就開始開店這樣 因為對美味和衛生的堅持 店裡冰品的所有配料 全部都是攀華 每天一大早起來熬煮的 大概要花多久時間準備 大概兩個小時 才可以開始賣這樣 這個是粉圓 我每天要準備 然後蟹要滿這樣 然後賣完 然後我們家蟹要這樣 比較新鮮 對 妳好 慢慢吃喔 謝謝 我住這附近啊 它的冰很好吃 我夏天都會有這根 對 而且它的芒果很實在 然後料又多 然後又新鮮 它都用當季的芒果 那妳覺得它跟一般的冰店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它所有東西都是自己手工煮的 對 像豆類的啊 都是自己的 它連這個冰磚也都是自己做的 對 這個冰塊我們自己做的 然後做有過濾水啊 然後比較乾淨 所以家裡自己有機器嗎 有 我有買這台做那個小花冰啊 牛奶 紅豆牛奶 小花冰其實我們也是自己做的 還有這個冰 還有芒果小花冰我們自己做的 這個是芒果 放那個新鮮的芒果 對啊 這是芒果的味道這樣 很新鮮這樣 對啊 潘華在開冰店之前 沒有做過相關的工作 所以有一切都得從零開始學習 為了這個開店 我去那個酒分那邊寫 去寫那邊 人家做那個寫花冰 去寫三篇 那寫完了 我感覺還可以的 然後我去那個 胡龍那邊寫那個賣咖啡啊 然後那個阿姨也要叫我 什麼 什麼 什麼泡咖啡這樣 就是我意思說那個冬天比較少客人 都賣底一樣這樣 除了靠自己的努力 家人在背後的支持與幫助 也是潘華創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現在孩子比較大 我意思說想去外面一份工作做這樣 對啊 孩子已經做出了 想一份工作自己做這樣 然後素來開這個冰店 然後我公公我佛他也是真誠 給我們出來開店這樣 剛開始我紅豆我不太會煮 然後我婆婆她比較會煮 所以我婆婆先出來煮 然後我在旁邊看 然後我婆婆慢慢教我 紅豆什麼煮 對啊 然後我多看一下 剛開始還不太會 也有煮不好 也倒吊啊 又重煮這樣 對啊 我老公有開那個店鞘行 然後他那邊就忙完了 他就過來幫我們做那個冰塊 然後晚上 做完他回家幫我掃糖水 因為掃一四十幾斤很大 所以我太矮了 然後掃這個手很順 我老公說還是他錢掃幫我掃 90塊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冰店 不僅是街坊鄰居們的最愛 也是遊客們到雙溪消暑的好去處 有了這些客人們的鼓勵 與家人的陪伴 就是攀滑努力經營下去的動力 其實阿嬤伯每天來 早上來吃一碗 然後中午來我逢三年再吃一碗 然後晚上還是再吃一碗 阿嬤伯這樣很好 然後當那個阿嬤伯應該的朋友這樣 都跟他們聊這樣就很不錯 對 很開心這樣 對 阿嬤為什麼你們會常來買 因為他們的東西新鮮啊好吃啊 我們都會常常來買 老闆娘又對人家好 她的嘴巴都笑笑了 我們一家人這樣跟老公 跟那個孩子 然後每天這樣開心 這樣生活就好 所以我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阿嬤沒錯 要加油啊 要加油 那個花豆這樣很好吃 還更加油一點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自己努力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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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elize 有很多的運動 人們都很瘋狂 我們很瘋 我們很瘋 亞Q 泰國的果酒是 韓國很迷的運動有三種 韓國冬天會很迷 溜冰 再來最迷的運動 就足球了 四年一次世界杯的時候 大家會聚集在一個廣場 例如市政廳 電視台會特地為國民架設舞台 第三個運動就是棒球 韓國有十個球隊 十個球隊都會有他們自己專屬的啦啦隊 從第一局到第九局 他們就會跟著啦啦隊跟球迷一起大聲歡呼 比賽結束 球迷的聲音都跟唱完歌一樣 The goal的中文名字就是 它玩的方式就有點像排球 排球是用手打的 The goal是用腳打的 泰國其實沒有很迷藤球 比較偏鄉下的小孩子在玩藤球 就是不用花閒的一個運動 大家應該會有聽過一部電影 叫做人要打排球吧 就是我們人要會喜歡打排球的原因 就是他們會覺得打排球的那個動作比較溫柔 The ones they go extremely crazy for are cycling We do the cycling on the highway So people would line up on different points along the highway And they would just cheer on their favourite competitor And also along the highway there are different prizes If you pass the mile 20 line first Well I remember my aunt won a whole cow A live cow They helped us cut it up And we had a big party with the cow I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日本的話最受歡迎的就是棒球 整個棒球的文化都有影響到我們長大的整個過程 那譬如說我們週末的時候 跟我們父母一起出去 然後在那裡我們一起打棒球這樣子 老一輩的年代啊 他們都很迷棒球 所以他們看電視的時候啊 他們會看棒球比賽 或是直接去球場 然後穿著一些球衣啊 或是那個綁著帥子 說什麼必勝啊 那個比賽開始之前 我們先唱那個棒球隊的歌 除了唱歌之外呢 我們先準備了那個氣球 然後勝利的那個時候 就很多氣球都 這樣子 有的粉絲球迷啊都會哭 然後哭著說 這個球隊最棒這樣子 除了棒球之外 最迷的運動 比較迷的是 非常瘋 足球的 世界盃就是一定要看的 不只我 大家都會跟著朋友去廣場 很瘋狂的加油打氣 就算一兩點不睡覺 隔天要上班 比賽在三四點一樣都會都去 當中的遊戲 我的天啊 有的人去酒吧 有的人在家裡看 泰國人就會去一個很大的酒場 然後那邊有一個很大的投影機 吃著炸雞配著啤酒 很瘋狂的加油打氣 你會聽到人們跳舞 你會聽到音樂 你會聽到音樂 尤其是當一個團隊得到金錢 嘩 你會聽到他們 整個街道 整個街道 你會聽到他們 嘔吵 嘔吵 玩音樂 打音樂 在東京社國 日本國隊贏的時候 整個球迷啊都過馬路 然後耶耶耶耶耶耶耶這樣子 然後很多警察過來 控制 就是整個社國的治安這樣子 在台北 在台北 因為球場沒有再是中心 所以會去球場看比賽的人 真的會去 但是不會去的人 真的不會去 雖然對一部分的人來說 半球是台灣人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 並不是全台灣人的一部分 在東亞美國 我從那裡 足球是那些地方 所以當中美人 我們來台灣 你知不知道 有什麼足球 我們會有點驚訝 韓國的運動 我覺得是一個 不會停止的一個國家 每個時刻都會 讓人非常的熱血沸騰 台灣的棒 米的棒球 方式很冷淡 一個球員跟球隊方式 好像沒有很 有互動的感覺 韓國都會定期會幫 球迷找球員簽名會 跟粉絲就互動 來台灣 好像沒看過 有簽名會 每個國家 他們米的運動文化都不一樣 像台灣都是米棒球的 泰國是米足球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應該是要玩得快樂 玩得健康